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斷擴大 民眾搶購口罩 當地傳出N95口罩的價格 已經喊到一片120元人民幣 不僅如此 當地民眾還透露 醫院拒絕收治發熱病人 武漢市已經全面進入封城狀態 外界關心的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已經找到了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 是來自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 1月22號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新聞發布會 首次針對疫情進行中央的對外說明 除了提到病毒的來源 很可能是市場銷售的野生動物 而且病毒可能變異 往外進一步擴散 除此之外 當局也公布了截至21號 中國境內確診人數增至440例 死亡9人 其中新增死亡病例皆為湖北武漢病患 對此 武漢一名匿名醫生接受新唐人採訪時表示 具體死亡人數 目前沒有辦法做完整的統計 也沒有能力統計 可以肯定的是 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不可靠 因為當時沒有這麼關注嘛 所以很多人得到肺炎之後 當時醫院也爆滿 就沒有收治 沒有收治 讓病人自己回家隔離 這些病人都沒有確診的 我們社區裡面就有一例就是7天之類死亡的 40歲的一個年輕人 但是這個數字是不會爆上去的 因為是你死來的時候 都沒有確定不免疫肺炎 死因調查只能寫這個肺炎 據瞭解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 已經向大陸其他省市迅速蔓延 除武漢外 北京、廣東、上海已出現確診病例 四川、雲南、廣西、山東、浙江也爆出疑似病例 武漢醫生對記者說 疫情剛爆發時 醫院內部已經通知不讓他們對外說明了 我們也有同事的家人是在銅濟醫院呼吸了一顆嘛 他們這個家人都沒有輸 然後只是讓他們就是不停地吃藥啊幹什麼 就是做預防嘛 只說這個事情比你們想像的嚴重 比你們想像的嚴重 武漢張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他們就住在華南市場附近 所以早就知道 事情遠遠不像官方宣布的那麼簡單 張先生表示 因為武漢人有自己的小群組 有自己的信息渠道 武漢市的醫院病床收治有限 張先生的親戚發燒7天 但第六醫院只給他親戚開了藥 讓他們自己回去隔離 沒有收治 很多武漢人在微博發文表示 武漢醫院拒收發熱病人 醫院已經超負荷了 現在還出現村民自發採取防範措施 禁止武漢居民前往 連車輛都不能進入 新肺炎和2003年的薩斯幾乎一樣 它都是這種冠狀病毒 都是自身免疫系統 攻擊個人的肺組織 根本沒有撤銷藥 所以那些症狀輕的 其實就是在那住院 或者是隔離的 在那熬日子 然後嚴重的只能用激素來抑制免疫系統 和以前的不同的地方 它現在是很大比例患者 無嚴重症狀 導致間別診斷困難 成為移動傳播源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在那住著或什麼對醫院來講其實是一個壓力 19號 武漢市百不停社區還照常舉辦飯家宴 多達4萬戶家庭共吃團圓飯 有人質疑 疫情這麼兇還搞社團活動 武漢輸出全球的冠狀病毒還不夠嗎 對此 武漢市長坦言不夠警覺 目前武漢市已經下達全面進出管控 但外界懷疑 要武漢人別出來的管制政策有用嗎